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2月9日 摩纳哥适胜阿美恩斯 周三凌晨 法国杯半准决赛先打一场 摩纳哥和阿美恩斯将上演精彩较量 比赛将在前者主场进行 摩纳哥近期斩获了各项赛事两连胜佳绩 球队上下士气高涨 加上过往面对阿美恩斯战绩占优 此番里应看好摩纳哥迎波挺进法国杯准决赛 上轮法国杯摩纳哥以4比2击败朗斯 连续两年挺进半准决赛阶段 要知道摩纳哥上届曾闯进决赛阶段 可惜对手是能在法甲一手遮天的巴黎圣日门 最终球队也以0比2输波去居亚军 如今再次进入半准决赛 摩纳哥是要将卷土重来 在金济的法甲联赛中 摩纳哥比起上季的表现则略逊一筹 毕竟他们上季联赛最终排名第三 而金济球队的最高排名只是第六 由此可见摩纳哥金济整体表现下降明显 但需要注意的是 摩纳哥是金济法甲主场拿分第三多的球队 换言之他们坐镇主场时的表现将会有所提升 上仗法国被上演没开二度的功臣维森 宾涅达在主场上阵更是如虎添翼 在他个人的14个法甲入球之中 多达11球是在几队主场攻入 因此金济摩纳哥的进攻火力将得到保证 既然在法甲赛场不得志 相信摩纳哥会将重心更多放在杯赛上 加上法国杯现阶段剩余有争冠实力的球队并不多 是以摩纳哥必然全力出击迎波晋级 阿美恩斯金届法国杯曾在第三圈险些被对手淘汰出局 好在在最后的12码大战当中球队笑到最后 顺利挺进下一阶段 随后阿美恩斯在第四圈又立刻罚以球队南西 令人意想不到的来到半准决赛舞台 不过今次在他们面前的是半准决赛中 最有机会夺冠的其中一队摩纳哥 在与摩纳哥的交锋当中 阿美恩斯处于下锋 双方近八次交手后者未尝一胜之余 目前也正处于对阵摩纳哥的四连败中 期间阿美恩斯场场至少是二球 可见球队此行必然没有心理层面上的优势 另外阿美恩斯经济在法以的表现也算不上出色 球队目前处于联赛中下游之列 仍有保足任务在身 加上他们最近状态较为飘忽 阿美恩斯此行确实凶多吉少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